五台 六台 七台 隧道内七台车追撞 车子积压变形 其中两名乘客受困车内 车房到场赶紧将他们拉出来 台上病床送医抢救 两名伤者男子左眼出血 另一名女子颈部挫伤 我们帮她上集群后就送医处置 然后另外一位男性患者的话 她是左眼有挫伤 一男一女都来自第五台车 因前后车推起受伤 急救后没有打碍 事发在国道6号中午12点左右 18.9公里国姓1号隧道内 疑似因为车流量太大 车子没保持安全距离 造成一步接一步往前追撞 导致七台车连环状事故 再加上这个路段外侧刚好在施工 两车道阻塞 车车龙一度长达两公里 是车流量 车流量过大 还有再加上外侧车道有施工 那造成后方最后一辆车 刹车不急 造成七部车的连环追撞事故 国道6号超长车证 警方紧急到场进行疏散 所幸经过一个多小时 已经成功抢通 距离车祸500公尺处 11月5号曾发生火烧车事故 同一个隧道事隔两天又发生意外 刑警此处的驾驶不免绷紧神经 小心行事 接着曾伟祥 李梦章谢云珍 南投采访报道